下面大家就讲了吗 刚刚的这个过程啊 咱已经说完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咱就看一下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过程 这个呢就真的就是一个面试题 而且这样的面试题现在越来越多 啊 就是基本上就访问的时候 因为咱们将来 你要么去 咱们就一个方向 大家应该知道是吧 多网站后台 张高弗拉斯克 这是一个 爬虫是一个 多人工智能是不是又是一个 三个方向 这个选择呢就随大家 你不管做哪一个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你多多少少的 不管爬虫还是多网站后台 都会用到网络 用到网络 往往就会问这个问题 啊 你访问百度到底怎么访问的 这样 我打开了一个东西 我打开了个标签 我这个地方塑上了3W的百度的com 我按下回车 在显示出页面整个期间 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啊 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听 把这个理解了 你这就是理解完之后呢 你就掌握了这个字典 这样的面试的时候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看着啊 我以这个电脑192.168.1.1为例 他接下来想要防卫一个网站 假如说这个网站 我只举例了啊 我只举例了 知道域名去哪买吧 翻了你 知道去哪买吧 对对 我上下网 我给你演示一下 连接连接这个啊 来 看着啊 阿里云点靠 来 找到阿里云 然后呢 域名在哪 产品 产品里边 在哪个地方 下面 域名 域名 域网站 然后对 OK 域名 主套 你想买个什么域名 来 东哥 点抗 OK 你搜一搜 查域名 查询超时 怎么都超时了呢 再查一下 哦 这个没主套 我可以买 是吧 一年才600千 XYD 东哥 这个不太好 是吧 还有什么REG 还有什么Grove 还什么Link 你看什么一年 什么不贵啊 什么东西叫做域名了 你所说的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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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什么点 这个东西 其实叫做域名 因为这个地方后缀 都已经给你默认 选的是点 你只要选你想买的域名 就行了 你买了这个东西 之后 你第一年花了钱买 买过来之后干什么呢 买了这个东西来之后 接下来在阿里上 接着再买一台服务器 接下来从阿里上 把那个 那个我哪天不说过 把那个纸要过来 阿里会给你寄过来 你拿着你的身份 卡承拍张照片 把头像传上去 接下来审核的人 会给你打电话 王先生 你接下来你 办这个网站 主要是想干什么的 你经营什么的呀 比方说 你如果放一些什么博客 或者是放一些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 行没问题 几天就做它完了 做它完之后 接下来 你在你的网站里边 在你的网站里边 在敲东哥 在开门的时候 他就会找到 你在阿里的那个服务器了 找到之后 你在网站上 只要把咱们未来学的质地 放到阿里的服务机上 将来就是一个网站 就这么简单 好了 阿里 我可以推荐一下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阿里这个服务器 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什么ECS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呢 好像应该现在涨钱了 对原来都是便宜 三年我才花了1000来块钱 每月500多 大家肯定承受不起 这是企业里边的 他这个可以选择了 应该他可以选 就说你用的宽带有多大 然后等等购买 不是购买GAMP 就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 你是想要有个什么样的 企业级的 找一个入门级的 每个月60来块钱 占可以吧 一盒一记的那份 40记的 带宽是一兆的 OK你可以买这个 第一年付330 那差不多 还有便宜的 330基础型的 怎么样 土豪请购买企业版 就是这个道理 买一个企业版的之后 一年好几千块钱 到企业里边 不在乎这个钱 一个月才几千块钱 一个月 是吧 一月才几百块钱 他不会在乎 他会买的 那么将来 这就是一台Linux 或者是一台Windows 你都可以选择 都可以选择 好 那么域名 将来把它解析到 你买的这个IP 就可以了 简单来说 就这样 来同学们 回到这了 什么是域名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什么什么都得看 什么什么点声音 什么什么得什么 这就叫做域名 一个域名很便宜 你不要觉得很贵 很便宜 那么接下来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电脑上 想要访问3W 就在浏览器里边 3W 东哥得看吗 那么他怎么访问呢 当你在浏览器里边 敲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最低 我说这句不好 第一步 浏览器里边 敲上这个东西 你按了回车的时候 他会去找 由这个东哥.com 对应的IPD者 因为不管你这个网络 再怎么复杂 一定要找到对方IPD者 那么你写上这个域名的 一个目的就在于 如果让一个普通用户 去记一个数字 用户是记不住的 所以说前一段时间 才出现了草域名 应该是很多年之前 草域名 什么GD.com 就卖了好几千万 像SO就是SO 就是SO 就是SO的那个 钱两个字 就让300买去了 也花了很多钱买了 懂我意思了吗 你想什么 好123这样的 域名都很贵很贵的 死贵 像这样的域名都很贵 也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 就流行的草域名 为什么草域名呢 首先第一点 有需求 我想做一个网站 给我的企业打打名气 如果让用户 只知道我的IP的话 用户绝对不会再来第二次的 因为记IP相当困难 对吧 我如果是有个域名 那么这个域名天上日久 它已经记住了 像百度.com 你说谁不知道 对吧 那么这就出现了草域名 也就是说有两个字母的 三个字母的 早就被买光了 那么说得直白一点 你一敲通过的 你一敲通过.com的时候 那么它现在干净什么事情呢 目的只有一个解析这个对应的IP地址 我去拿解析呢 懂吗 它要把这个东西想解出来 必须要发送给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 什么是DNS呢 专门用来解析域名对应的IP地址的服务器 这就叫域名解析服务器 就叫DNS服务器 说得更直白一点 你就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电话本 电话本里边有什么呢 昨天了 这里边的电话本的样子是 东哥.com对应的IP什么的 当然这个IP不是这样的IP了 是那种什么110点多少点多少点多少点 咱们没有410 411点他他点他 假如说是这个 只是假如说假如说是这个 那么这里边还有什么呢 还会有百度的 百度 百度.com 那它对应的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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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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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省了 听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电话本 更直白的讲 全球的电话本都在这 全球都在这 那么接下来 你不是想去访问吗 第一步 解析域名 请问他们 我解析域名 我是不是你把这个数据 我发给他 或者是发给这个 接下来 他给我IP 我接下来是不是还能拿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请求这个服务器了吧 没问题吧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注意点 我的目的是第一步 要解析 预名 一 解析 预名 解析预名 那么我去哪 解析预名 这就是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去这解析 你咋不去这解析呢 看一下你的电脑里边还有个东西 我把它上网关掉 否则我这个地方没有 断 好了 断开之后呢 它就有了 来 双击 双击 来支持 详细 大家看 DNS服务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动向 看见了吗 是不是1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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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这个IP是什么呢 当你连上网之后 如果你不是手动设置的IP 如果是自动的话 往往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DNS服务器的这么一个设置 如果你要是手动设的也不是说不行 你看这啊 手动设一下 往右接点属性 然后呢 找到这个 然后点属性 使用下面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使用首选DNS服务器 是不是备用DNS服务器 是不是都有吧 这个地方一般呢都会有一个固定的IP字 一般山东省里边有一个 上海有一个 北京有一个 或者说是深圳有一个 每一个大地区一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值 那么这个值谁会给你的 如果你要是用到连通拨号上的网 宽带链接上的网 连通给你 如果你要是学校给的你 那么学校里边的某个地方一定进入了学校给你 就这个意思 好了 我的电脑里边原来除了IP Mac 网络野码 魔人网关之外 是不是还有个东西叫做DNS服务器 也就是说 减息域名的时候 是不是要拿到DNS服务器的IP地址 接下来向这个里边发呀 那么 服务器是 只是假如说 只是假如说192的168.3.1 那谁是3.1呢 假如说他是3.1 192的168.3.1 我是假如说他是3.1 他他3.1 好了 我本来想要去解决域名 但是我一看我的域名服务器是这个 请问同学们 我到底先干什么呀 我本身的网段是这个 目的的网段是不是这个呀 请问是一个网段吗 不是一个网段 不是一个网段 但是我就偏偏要给他发 请问我先发什么 我的目的是不是先要去解决域名 是不是我应该先往域名服务器 不要发动下 我往域名服务器不要发东西 请问我是不是先给发发动给默认网关呀 我把数据发动给默认网关 请问其实真正在发动域名解析的知情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先要知道默认网关 192的168.1.254的Mac地址啊 这才是最先要做的事 我为了向这个发送解析请求 我要先发给默认网关 我想要发给默认网关 我得知道默认网关的Mac地址 我如果不知道他请问 我是不是先发送ARP来得到默认网关的Mac地址啊 得到了默认网关的Mac地址之后 接下来你把你的域名解析的这个请求的这个数据 发送给谁啊 默认网关 请问是不是到了这了 到了这之后 接下来默认网关这个地方 不是他就接到互联网了吗 接下来通过层层的转发层的转 那有的人就其实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个路由器他是咋知道他往这船 他为啥不往这船 不是吗 我接下来用浏览器打开东西 你咋知道往北京走 还是你咋知道往深圳走呢 对啊 咱们那些事件在上海 你咋知道往北走往南走 对吧 其实有个东西 全球呢 已经宣称 很多年之前宣称过一件事情 IP早就没了 说过了这个事 是吧 IP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有一个范围 日本有个范围 韩国有个范围 美国 德国 欧洲 这些国家都有个范围 那么也就说的直白一点 我怎么知道攻击是来自哪个国家 只要看这个IP在哪个范围之内 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 同理 咱们中国有一个范围 中国里边又会把这些IP进行划分 就例如上海 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 深圳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 广州或者是北京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 那么因此 也就是说 当你的路由器接下来往互联网上发数据的时候 根据你发送的这个目的IP地址 他就知道是往北京走的还是往深圳走的 听懂了吗 因为整个全中国里边是有约定的 北京哪一个范围是北京的 深圳哪一个范围是深圳的 他是有约定的 因此当你把数据包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他到底往北走往南走 是不是已经确定好了 能听懂我意思吗 因此这个数据就往这跑 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就受到了请求 他受到了请求来解析这个电话本 把电话本里边解析出来的对应的IP地址 对应的IP地址 然后用一种回应的这种数据包的格式 给他回过去 请问同学们 到现在为止 这台电脑里边得到了什么 域名才解完 你说是吧 域名才解完 那么第二步干什么呢 向这个服务器发送TCP的三次握手 接下来 打个比方的吗 假如算这个服务器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你在浏览器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浏览器会向这个服务器里边去三次握手 过去 他过来 他再过去 请问这是不是三次握手成功了吧 成功之后浏览器会发什么 我问一个问题 发什么 注意了 我在浏览器里边只敲了3w.dong哥.ca 那么三次握手成功之后浏览器会发什么 你应该知道 发什么 http协议的数据 没错吧 get-sttp-1.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cookie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随之二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三次握手成功之后 接下来就发送http协议的数据 说的直白点就是TCP里面的数据包 把这个数据包发到这 请问他接下来解析 解析完之后 把文件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给他回过去 假如说网页已经没有内容的话 请问接下来会怎么到 接下来会怎么到 浏览器接下来是不是就会四次揮手了 也就是说第三步 发送 发送http的请求数据 以及等待服务器的应答 然后第四步 发送tcp的四次揮手 接下来这个数据过去过来 他再过来 然后对于中断开之后 请问是不是整个通路 是不是就释放了 到现在为止 整个你的浏览器还会能够看这个页面 能理解析了吗 这个过程中稍微有点绕 因为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情况 现实就是这么多了 那现实这就是现实 好了 基本上大体方向 一 解析域名 二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三 等待服务器的回应 四 接下来把这个链接的请求 这个通路给它断开 是不是接下来数据结束了 基本上简单来说 一句话来描述的话 就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过程 给它描述清楚 描述得更复杂一点的话 是比较绕的 就立了 我再重复边 第一步 先检查检查 它是否知道 默认网关的麦克 如果没有 ARP广播 广播过去之后 它知道默认网关的麦克 接下来堵置一个 域名解析的数据的请求 发给网关 网关接下来发到互联网上 互联网上经过一层一层的转发 最终到了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接下来 把域名解析出来 然后回过头去 给它回过去 回过去之后 到现在位置 它才知道了 东哥.com对应的IP是谁 接下来 还会根据这个IP 把数据转发给网关 网关把数据转发为互联网 互联网接下来 把数据转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接下来 和客户端之间 三次我手成功 成功之后 把请求发过去 它解析请求 把数据给我回过来 接下来浏览器显示 显示成功之后 浏览器四次回首 整个过程结束 听懂了吧 如果要是 但你说的详细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那么有人说 东哥这个路由器之间 他就不需要获取 下一集路由器的 那个麦个地址吗 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呢 他会自动 自己有自己的协议 路由发现协议 就是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间的协议 就是说互联网上 如果又借了个路由器 他会自己有个发现协议 那么他一会就知道了 那么他也知道 我应该转发给谁 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实现的 听懂了吧 这个过程中吗 接下来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你来一遍开始 好 谢谢观看